我想要直髮 你頭髮這麼茂密 我發現很多女生也會去直髮 有些女生 沒有 就是年紀到了一個年齡 她就是某個角落會特別的 比較稀疏一點 稀疏 就是女生也會 把那個後面的頭髮指到這邊來 然後我也是 過了30之後就開始我的 其實現在看不出來對不對 看不出來啊 因為是有這個瀏海啊 兩邊 所以你也是兩邊的角角比較凸嗎 比較凸 已經到這邊了 我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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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那麼誇張 但是有一點 M啦 你是不是來騙同稿 沒有沒有 我是真的 是嗎 沒有看嗎 給我們看 我是真的啦 看看 有啦 有啦 這邊啦 這是美人間好不好 這還好啊 因為原本是品的啊 所以很明顯我自己知道 有開始M囉 有一點 可是這樣啊 M是好看的 你笑什麼笑啦 M 對 人間沒禮貌 對 對 對不起 對不起 原來從不未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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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 有一點凸對不對 對 對 因為這樣 這樣 這樣就有什麼靈活嗎 喔 對 對 對 所以我現在 最近在考慮要不要直發 對 對 其實那邊還好啦 真的想太多了 想太多嗎 如果你前面 那就麻煩了 因為兩側 兩側還OK啦 真的嗎 不需要 真的 Amy老師 我們那個是不是什麼 十個兔 十九個腹這種 沒錯 現在還通用嗎 現在 你為什麼有多擠啊 我們不懂耶 為什麼 因為在以前有人講說 創業的人什麼樣容易成功 那其實就有一個說法說 為什麼 這很特別 為什麼 毛髮少的人的抗壓性比較高 所以你看很多的有錢人 他的毛髮都比較少 對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的企業家 很多成功企業家 第一個象徵就是什麼 毛髮細掃 不見得是真的塗 可是一定都是細掃的 但是你建議執法這件事嗎 後天養成的可以嗎 可以 因為我們的象啊 其實就是我們講人 所看到的叫面象 所以象由新生 面象是會一直改變的 像才華姐的面象 你看很明顯的 他的整個面象是變的 我看到才華姐就很像 看到昨天去廟裡面的那個 菩薩羊 麻煩了 為什麼 不是很有菩像是嗎 很有菩薩像的感覺 差點就很壞了 有耶 可是才華姐就是不拒絕的 想要拿起香來慎敗的 欸 欸 欸 反正要淘汰了 摸摸摸摸 對 因為像我們的象 其實就是從我們心所引發的 所以你看像才華姐 他的象就很像菩薩 所以他的心就很這樣 就是菩提性 那我們豐田是什麼象 豐田的象 其實它叫 菩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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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看完 我可以說什麼 是菩薩 我愛喔 我可以說馬上封上去了 菩薩 那看完呢 我現在怎麼愛了嗎 趁點好好說說 可是好險 不是皇上今天晚上 你要去我的寢宮嗎 對 然後皇上 我就是您的貴妃 就是很愛貴的妃 對 加油 菩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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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兩個現在是在拜 你們現在是在拜童謠嗎 在上去東方 觀眾忽然轉到這一幕 想說發生什麼事情了 那兩個都跪在地上 因為像豐田他的象裡面呢 其實他自己往上 差一個地方 就是差在眼睛 除了眼睛以外 對 他的眼睛 他是不是內雙 對 他是內雙 可是你看我們 小時候的那個國文課本 那些皇帝啊 唐太宗 他們眼睛都是這樣 有沒有 都是鳳眼的 細長的 細長無厭這樣的感覺 但是豐田最好的地方 就是他的鼻子 對 他鼻子有財庫 很頂 鼻子就是鼻中之王 對 對 這叫懸膽鼻 所以他也應該多去打一點肉毒 把它拉到這邊這樣 對 最好拉到這邊 對 也是要有點很驚訝 對 拉到場的話就會變成帝王 對 但現在也沒有皇帝 所以也不要啦 對